那雲花喜歡長頭髮還是短頭髮呢? By the way,你唱歌好好聽 謝謝 我...哈? 其實我一直很想要剪短頭髮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有林真心的機會 所以剪了短髮 但是我發現好像大部分女生都喜歡我短髮 但是男生喜歡我長髮 你喜歡? 我喜歡啊 所以我喜歡你長頭髮 你明明之前跟我都喜歡我短頭髮 真的嗎? 你很善變欸 對啊,我都喜歡 都蠻可愛的 他不錯,長髮短髮都是 很少女生可以這樣 駕馭兩種髮型 我不會太有調 我蠻滿意的 大陸有人想問你說 未來想挑戰什麼類型的型 呃... 近年來我還是想要演好那種 批壞男孩的角色 把他演得更完美 然後更細膩 然後因為我個人對喜劇很有想法 我喜歡喜劇節奏 我喜歡 我喜歡 玩一些 梗 所以我 之後可能會挑戰喜劇 喜劇片 露哥 請問你對女朋友做過最心動的事情不少 不知道 什麼事都很心動 他說他是生活浪漫 對對對 就是 我不刻意搞浪漫的事情 他說他的浪漫都是散發在 事實上生活中 雖然有時候 那種感覺 不倒 還有什麼 玩法比較可愛 謝謝 露哥很會說話 謝謝 他今天話比較多 大家有感受到嗎 請問兩位從以前到現在被告白過幾次 我喜歡狗 有人問我喜歡嗎 還是喜歡狗 還是喜歡狗 然後 背影怎麼看 然後 阿對阿 我有心戲 接下來要看牌心戲 這是偶像劇之後 大家可以 可以 可以準時收看 然後 大陸喜歡執法還是執法 我喜歡執法 你喜歡執法 你喜歡中分還是血分 長頭髮 長頭髮 我蠻喜歡中分 因為我覺得中分的女生很長 所以中分執法 對 請問破五億你們要怎樣 破五億喔 呂一寫啊 呂一寫啊 他不在 又幫他開支票 為什麼我才三億就要入票 真的是 應該是從下面的線啊 大賀 開始 除了陳玉山導演兩位 還想演哪一位導演的電影 好多喔 我想演周青池導演的電影 最近其實也很想挑戰那個欸 鬼片 鬼片 我很蠻喜歡那個 蘇嶺導演 我今天有看他 欸 不是不是不是 我想演林蘇嶺導演 他那個白日 告別 對我覺得很感動 然後最近有一個 我很想挑戰鬼片 那個 詩意 我想要 想 下 很質問喔 余花有沒有喜歡什麼偶像 我以前高中很喜歡艾薇爾 以前是個Rocker 但是後來就知道自己不設那個路線了 就慢慢走回來了 對 現在你們是不是有什麼偶像 現在喔 就是我偶像就是沒有見到啊 我的老公那個 那個 那個 導演的前夫 劉太太 全世界的常當劉太太 希望那個 多破幾個億就是 劉 我猜 劉先生可以有機會來見到這個 還有那個啊 今天獲益我們看到的女生 Heave Me 欸很漂亮欸 阿魯可以擠雙下巴學Daewy嗎 欸有是Daewy 我眼睛還沒好 欸我有演過的女生 只是後來聽拍了 有人問我 可以接受反串嗎 誰會演過 就是去年有拍那個 拍球 但是後來 他裡面有反串 對啊 他以前很白 他以前超級白 然後他以前就是比我好幾 你知道為什麼都曬那麼黑嗎 因為他 太黑 喔 我們以前拍戲的時候 就是 是沒錯啊 我就是比較健康膚色的女生 所以打光 如果要把我打白一點 他就會消失 他太白 所以謝謝你 是為了我曬黑 劉哥請問你最 請問你最常在哪個籃球場出沒 最常在哪個 那個 中強公園 這樣子贏喔 之後應該沒辦法在那邊打 好 中強公園 中強公園啊 或是那個101 那個 兩位喜歡吃什麼水果 我最近差一吃黃金奇異果 好好吃喔 跟大家分享 黃金奇異果 很多那個 什麼 維生素 還什麼 就是 很健康 而且我會連皮一起吃 我會把皮那個 用紫菜瓜布 紫菜 刷一刷 真的假的 聽說奇異果皮是健康 真的喔 我也蠻愛吃雞 頭跟回切掉 然後直接吃 好好吃喔 我水果都愛 我沒有挑水 他不能吃芒果 對 不能吃芒果 吃芒果有發燒 所以你哪天 你小時候會不會想到 天媽媽 就是不想上去 然後發燒 沒有媽媽就從來就不給我吃 有人問說 後來瓦齋去了哪裡 亂講 瓦齋喔 劇本一開始有一個 一個這樣的梗 是 是以瓦齋 離開了 想到這件事情 其實 對 其實那個時候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電影有沒有播 就是其實是 那個真心爸爸打電話 跟真心說 欸就是 瓦齋 因為年紀已經很大啦 就是現在有點不生病 定年演的你要不要回來看看他 嗯 所以林真心就是才從 才從他工作的那個地方 就是 就是回到他老家 然後 其實跟他看看他的狗啊 然後回想到他以前的故事 然後才跳到小林真心這樣 對對對 這樣梗 這樣更 那個梗會更滿 對 不會只是單純的那隻狗 只是為了讓我們 對 就是搶那隻狗 其實這個很可惜啊 但是 片長太長 對啊 對啊 我們很多細節都有拍完 但是因為片長的關係 就會散散見 就希望大家多看 多看幾次 然後真的到電影 就是 呃 久一點之後 越來越多人看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越來越跟大家分享 中間少了一些 什麼啊 什麼 因為現在講太多 怕爆太多雷 所以 到時候大家想問什麼 我們再回來 請問這一次 三缺一 少了運行 我們是開車還是失望 我們其實是 越少他有點安靜 哈哈 但是我們今天 今天我覺得今天 歐媽媽我們心情蠻好 這樣子 什麼啊 我平常心情很差是不是 他平常 他平常其實私下就是這樣 他有時候 人多 我們其他人講話 都會 讓我們發言 對啊 因為本身不是一個 會講話的人 對 但他其實私下就是 好笑的 很好笑 都給大家看 不過 路哥你會懷孕 懷孕 我會懷孕 我想看你的 濃虛髮型嗎 我蠻懷孕的 其實 我蠻喜歡那個髮型 他是 他是 就是導演 親手畫的一個髮型 但是 一開始我們做造型 都沒做出來 但是在開拍前一天 導演 親手畫 很有才華的導演 又會導戲 又會畫畫 又漂亮 隨便抱他一個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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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抱那個 玉珊姐 那個導演 然後他四戲的時候 他還給我穿個 超級低胸 跟我對戲 這剛才沒什麼 風修怎麼會心啊 好超展開喔 然後你在前面都傻眼 沒有想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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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就是 然後那個 要看 然後看劇本 然後他在講 講那個 其實他有整個故事給我聽了 你有在聽嗎 嗯 哈哈 你是應該跟導演見到 劉德華一樣 是不是 沒有我其實還好 我倒是 好分享完了 來下一題 大陸可以再做一次 去幫我買花一碗嗎 好 這麼欠揍的台詩你們 那個時候真的很想要生氣耶 都已經摔到 痛到不行了 而且那天拍攝其實很累 然後就是一直摔 一直摔 然後就看到對面那個男生 先深情緩的走過來 沒事嗎 沒事 沒事 那去幫我買蘋果啊 哈哈 是不是很遜啊 嗯 唉 請問兩位有沒有什麼自己的座右名可以分享 座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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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自己很喜歡的名言 他不是說木村座山 喔沒有沒有沒有 座右 喔沒事我看一下 哈哈哈哈 沒事 你有什麼喜歡的話 我知道我知道 對啊,你幫你解釋一下 來,快點,你先 我現在想 我覺得最近看了《火山與時代》 就是他的那個詞寫得很好啊 只有自己能決定自己的樣子 我覺得這句話就是 以前你知道念書的時候 還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幹嘛 但是現在找到了 就努力了 往那個方向 就是朝的方向前進 然後我覺得大家 生命其實真的很短暫 所以大家真的要想要做什麼 尤其是趁年輕的年輕夥伴們 趕快趁年輕的時候趕快去做 不要讓自己後悔喔 我覺得人生真的不要讓自己後悔 就是這部電影可能最大的 沒錯 畢竟我們兩個也是找了一陣子 才找到第一的路線 對啊,對啊 我的作用名就是那個 只要能做的就不會讚 當然就不會做 好看喔 下一題演技考題 現在你們做錯事 要對另一半撒嬌道歉裝可愛 這個是龐白哥的質問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現在現場考驗你們演技 你在你們的女朋友面前放一個大臭屁 做錯事 要答案 不行啦 這個他一定很開心 情境劇的概念 對不對 好啦,你做了一件對不起他的 就是 對不起 你遲到三個小時 他已經氣呼呼在那個餐廳要爆炸了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Action 不要生氣啦 拜託拜託 我不是故意的啦 為什麼讓我打這麼久 對不起啦 真的 不要生氣你看我啦 我原諒你啦 我怕 齊瑜怕被打的心聲 齁齁齁齁 一樣的是不是 對對對 一樣的 幹怎麼讓我等那麼久啊 齊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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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麼東西 快你要 早就好 我們要先講電影師好不好 好 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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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生氣了嘛 齁 你最帥了 欸 你又高 又帥 腿又長 這禮拜託他點了 好 欸 你看就不生氣了嗎 這個人就是 這個人就是 剛剛那個 嗶 大家不要聽到我 拜託我幫齊瑜 陳情 下面是好真實 嗨 天啊 請問大陸為什麼跟柯正宗是青梅竹馬 為什麼 他們從小一起長大 青梅竹馬就是從小一起長大啊 然後 因為 我很常在家趁飯吃 然後 一起生活在一起 從小都這樣 兩位想演哪個日本漫畫角色的真人版 日本漫畫角色的真人版 日本漫畫角色的真人版 如果可以的話 我想要挑戰那兩個角色 我想要演那個 櫻木花道 晉級的巨人 晉級的巨人 陸克 然後 奇牙 獵人的奇牙 這是很帥的角色 還有那個 海賊王啊 我現在也小八 海賊王都可以課這東西 好可愛喔小八 請問你們休閒時都去哪裡玩 休閒時喔 夏天我都喜歡去電影 因為外面太熱了 我也差不多 就打打籃球啊 看電影 有一個人一直問我說 雲花的粉絲名字 想要叫什麼 這個問題其實我從 等於人咖啡就蠻多人問我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欸 所以希望大家有幫我想到 一些很有創意的 請到我的那個 粉絲專頁留言跟我分享 你不要亂講 呵呵呵 就是 就是我真的很真心 很想要知道這個答案 所以 大家在跟我說 有網友會大陸說 幾歲的時候才想結婚 幾歲的時候想結婚喔 跟我事業有成 有能力照顧另外一半 能為他負責的時候 就可以結婚了 可能要等一下 沒問題 有人問說雲花以後會不會想要朝歌手發展 非常想 但是現在先把一次把一件事情做好 現在就是先把戲演好 然後唱歌的話就是明天會秀出我第一次的演出經驗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你會喜歡 以後就是一定會 更往那個目標前進 今天看電影有哭嗎大陸 有欸 我今天有去看 我今天我有爆一場 是公益力友中心的一個活動 然後請我的學弟妹一起去看 然後抽在我旁邊的幸運粉絲 一直哭慘 你在你旁邊應該蠻 不會 他反而 好難想像那個感覺喔 他很冷冷的跟我講說 我說欸你很開心吧 他說沒有 我只是付了那個 我是真的要做公益 這個就是跟那個 他的真心一模一樣欸 就喔 我一點也不認識你 我已被忘記了 可是他一直很開心 對對對 他主要先回答我 雖然他居然回答這句話 這感覺很妙欸 就是如果在看神鬼旗航 然後將一帶坐在我旁邊 有一天 有一天我的 我的粉絲 不是 反正他在跟徐太宇在拍照 他就是在那邊拍照 在跟一個海報拍照 然後我剛好去印錢 然後走到店裡面 我就看到那個粉絲 在跟徐太宇在拍照 就對阿 然後又親他 然後我就衝過去他旁邊 然後就站在他旁邊 然後拍一張照 你知道 他完全愣住 他完全沒有講話 我蠻喜歡玩這遊戲 是 宣傳的時候看到有人在看那個 要買什麼電影表 然後都會走到旁邊 哪有人定家 不是阿 因為我覺得這很好玩 這是我第一次玩這個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我們之前 之前的那個 然後後來我在想說 我後來就想說 如果我碰到強烈大夫 如果我在跟隨口強的海報拍照 他突然出現在我面前跟我拍照 我會記得一輩子耶 對阿 這是真的 你現在說大家都會記得一輩子 我的意思就是他很爽 大夫可以數一下你有幾條抬頭文嗎 我幫你我幫你我幫你 你開跳我開跳 等一下 1 2 3 用力一點 1 2 3 4 5 5條5條 5條 即將第6條 我再努力 我爸也跟我講說不要一直抬頭 對阿 不好之後再打肉突然就 沒關係阿 就是他老了以後差不多就是這樣 男人的痕跡 多帥 有人問說你們拍這部片的時候 最難忘的場景在哪裡 蛤 最難忘的場景 對 我最喜歡那個福利色 因為那個福利色 它是完全是90年代那時候的零食 像是 那個足球巧克力糖阿 營養口糧阿 還有那個牛奶 什麼 光 光 反正就是牛奶等等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全部都90年代的 的零食 欸 彷彿真的一走進去 連那個 那個粉子阿 就是什麼 聯絡粉什麼什麼 全部真的年代 我覺得你一走進去 就是一秒回到90年代 我演徐泰宇最大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在那福利車靜庭的吃 我每天做去福利車 拿不要錢的 我說我是徐泰宇 我要拿 拿牛奶 每天就喝一罐牛奶 然後吃一堆零食 超爽 越來越胖 大陸你跟柯正龍打球 誰叫槍 他 我們公司還有一個叫布魯斯的 比我們槍超多 喔我的前男友 布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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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性情中的名字 對阿當然要哭阿 有點想念他欸 幫我搶答一下 雲華粉絲問你說有對大陸動心過嗎 在戲中 唉 戲中一定有 你確定 沒有啦 他那個 其實在 一開始我跟大陸太熟了 所以一開始在演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些 有點 我自己啊 他是覺得很放鬆 那我會覺得有點害羞 有點不在 但是其實 真的到後來越來越投入林真心的時候 其實最後那幾幕我看徐泰宇 跟哭的時候 真的是腦中 沒想任何私人的事情 就是真的是想要去泰宇 那如果粉絲問你鼻子 他們會挺像爸爸還是像媽媽啊 我以為他要問是不是真的 我幫你們弄一下 像 難推喔 像爸爸吧 但我爸爸也還好 其實我家人都沒有 韻勾筆 他筆子真的 可是像Andy 喔沒有 哪有人要把自己 比喻成 沒有因為我爸爸媽媽都沒有 韻勾筆是真的 但是我有 這樣講怎麼有點怪怪 我 沒有啦 那我媽媽咯 你不是很像嗎 媽媽在前面都傻眼 玩冷 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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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是怕爸爸冷看 沒有 我們家都不都用電腦 所以還好 粉絲問你們有沒有吵過家 我跟他嗎 嗯 溝通吧 有吵過家嗎 我都讓他啊 可是蠻吵的 他有一件事情曾經騙過 但我絕對不會跟大家講是什麼 但是他被我老公罩 我就大哭了 沒有啦 但是其實我們私下真的不會吵架 吵不起來啊 他跟他生什麼 其實他平常就是 就是像徐太也一樣 就是買關之丸 這種事情 就是你真的已經要氣到 就是已經要抓狂的時候 他又會 就是用他很多 裝可愛啊 或是撒嬌啊 或是什麼方式 就是 你一個就也會消氣 其實很難大家吵架 你不是也很難跟那個嗎 你不是前夜要 只要整交歌 要跟李雨綺吵架 然後你們聽說 吵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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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吵架會再跟他講 大陸吐舌頭 笑聲好奇怪 大陸喜歡什麼顏色 綠 真的啦 很像 綠色啦 蠻喜歡的 你們還會來新竹嗎 如果 最近宣傳 我上次去新竹暴動耶 超high 我以為在跨你 我以為我是那個 JJagon 我不敢聽 沒有啦 那天 我好想要去那天喔 那天超誇張 那天我們在一個 比較 舊的 那個電影院映後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來了 就是整條街都是人 然後 就馬路上車子都進不來 然後 都站滿了人 然後又飄了一點雨 然後其實我覺得很危險 然後其實 好像有粉絲有受傷 因為燙到那個排氣管 然後 就很抱歉 然後因為太多人 擠來擠去了 那個整個洞 整條街 就跟跨年一樣 是站滿了人 我也不知道拍什麼事情 我們是跑去車上 然後其實 就是 下次不要再這樣擠來進去 就我們都很開心 看到你們 但是有時候像 剛剛龍下下大雨 然後你們還在下面等 我們看的都很心疼 就是 出門要 一定要帶傘 然後如果真的風太大 雨太大 真的 就在家裡看看我們的直播啊 或是 回Facebook啊 我們就會很開心 注意安全啦 不太危險 倒數三題 請問兩位有收過什麼特別的禮物呢 我收到一支超級無敵大的熊 在學校 蠻開心的 現在睡在我的床 誰送的 喔沒有啦 嘴巴都歪 不過 我沒收到什麼禮物 那你送過最厲害的禮物 也沒送過最厲害的禮物 也沒送過最厲害的禮物 這很不對 對啊 蛤 蛤 旁邊 大家想幫你吹水 趕快睡 趕快睡覺 下一題 兩位進入演藝圈 你有後受過最後悔的事情 我覺得我的那個 我的尺度 不是尺度 就是我 我出球的那個 抗壓性啊 已經 每天被我經紀人訓練到 就是現在再醜的事情 就是我都覺得無所謂 因為我像 我每次拍照啊 有時候拍 就是廣告什麼 就擺出一個已經很時尚的姿勢 就眼睛會被 就是翻白眼什麼 然後我經紀人就很喜歡 搜集這些照片 然後甚至搜集就算 還會散播跟親朋好友分享 一開始我都 很想把他捏死 但後來就覺得 好開心喔 就是娛樂大家 所以我現在出球的程度 我已經覺得 真的除非是什麼 內褲夾在屁股裡啊這種 不然其實真的 我已經 蠻還好的 我也覺得還好 我都沒做 為什麼覺得你發生 一件很糗的事情 我現在想不起來 我想想 你說拍戲的時候 還是 還是 我不覺得糗 你應該也不覺得糗 他 王奧都是一個放屁打嗝 都可以很做自己的人 所以 在什麼糗米帶的時候 好 下一題 最後一題 可不可以對著鏡頭說 我愛你 對 跟所有粉絲 對 跟所有粉絲 你先 好我先我先 你要押左 押左 押左 沙蘭黑喲 欸沙蘭黑喲 欸沙蘭黑喲 好像是講錯 講我愛你是不是 愛你是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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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所有的粉絲們 我愛你 用一個日本人的聲音 換你 阿基地阿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他那個 他其實這句話啊 好沙蘭喔沙蘭喔 阿講的超級不順 好啦 謝謝大家 樓下的朋友趕快回家咯 小明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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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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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